我们有收到说今天有非常多人要来参加我们著作权法的修法的说明会 公听会对不起公听会我们这个公听会的我说明一下 我们已经办了四场今天第五场 那我们这个著作权法呢因为非常多的议题 所以我们是分议题别呢先做说明然后让大家表示意见 那著作权法它本身第一个它的法律本身就复杂就困难 因为一个著作权它本身涉及的权利有有形的重制权 有无形的公开播送公开传输公开上映权等等 所以它的权利本来就很复杂跟别的专利权跟商标权就不一样 那另外呢因为著作它本身是一个一般人就常常会碰到会使用的问题 所以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一端是权利人端另外一端是使用人端 然后另外在网路传输的这个世代呢又会涉及到网路传输的这个中介问题 所以它涉及的利害关系就是多面向的 那再过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著作利用呢很多场合都会碰到 所以呢在国际上就常常在问说什么是权利人的权利 什么是我们著作权法叫做合理使用 那在国际上也会常常用三部测试法来决定说什么是不是合理使用 那为什么著作权法会特别有这样的三部测试法提出来呢 也就是说在台湾也一样常常会非常多的司法案件 或者民众来喊问说 我这样有没有构成权利的侵害 或者我这样用呢到底是不是可以合法的 也就是没有侵权的 那这样的案子呢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著作权法呢 其实是把以前非常多的案例其实累积很久了 我们拿出来检讨看看说哪一些情形是构成权利 哪一些情形是会构成合理使用的 那当它会构成合理使用的时候 你把它列清楚的话 相对来讲如果不在这样的规定之外 那么就是要得到授权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定合理使用它是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是让大家清楚这是合理使用 另外一个面向是说那不在这个范围 所以就是权利人的权利了 所以很多各个国家都一样 对于什么是合理使用呢 要列到多少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很多个案累积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这一次修法呢把权利人的权利定的很多 然后把合理使用呢做了一些调整 那我也听到很多人要来表示意见 那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大家来表示意见 但是著作权法 它很复杂 所以在前面几场表示意见的时候 有的人会说 怎么我提了意见没有回答 那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前几场没有像今天这么多 但是要来表示意见的也非常多 所以局里面呢针对有误会的或者是跟我们定这个法的原意有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会先说明 但是如果各位的意见 比如说不赞成我们的方案 或者各位的意见其实是另外一种想法 那因为那样的意见到底我们要怎么要不要去调整 我们其实要前前后后看非常多的调整 那不是那么容易说你对 那就采你的意见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很多人 他可能坐在前面 他不晓得说他问问题的时候 其实后面一堆人在举手 所以我们其实在回答前面人的意见的时候 他表示意见完之后 其实后面有一堆人等着要问问题 所以有非常多的状况 那我想做全法的修法 我们这个公厅就是让大家来表示意见 我们也可以尽量做说明 但是我们没有说 今天这个版本出来以后 没有了就是要送立法院了 绝对不是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用一次一次开公厅会 公厅的意见就是要来跟大家做沟通 那有一些意见其实 有一些先进题的意见 我们也觉得我们考虑的是不是不周延 所以那个条文是不是要在前前后思考一下 那我们在对外开公厅会的同时 我们其实内部也在同步做检讨 然后来看看说 在找一些少数人来做 确认这个条文本身 有没有在做调整的必要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所以 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们每一次的议题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呢 有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是那一次的议题 有先提意见 那有一些意见已经先表达等等 所以等一下呢 针对今天的议题 我们会简单说明一下 那因为有一些已经先表示 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简单的回应 先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想 作权法的修法 大家这么关心 很感谢 那也很欢迎各位来提意见 但是 这里不是要来吵架 也不是要来打架的 那意见完了 智慧局不会说 不表示意见 不回应 事实上我们在之前 每一次都有做 都有把各位的意见列表 放在局的网络上 然后针对整体修法的 我们会整体考量 有误会的 我们已经有先说明 在网络上了 那我想针对一些问题呢 那各位如果有意见 我们也愿意再跟各位做说明 好不好 那我想修这个法 修的好不好 其实都是 把台湾的著作权法做好 那我们不是说硬要强度关山 不是这样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 要体谅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口头上 讲的这么长的一个 一个 长篇道论 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写清楚 那其实也非常欢迎 如果你针对哪一个特定议题 你觉得很不懂的 你告诉智慧局 智慧局其实非常欢迎 针对哪几条 特别再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解释 我们其实很欢迎大家 好不好 那现在呢 我就先请我们今天 预备的主题呢 先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局长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说明 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 那我是不是先瞧一下那个 我们中间走到还有一些空间 如果是有男生的话 男生可以席地而坐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 比较清楚的 好不好 一边讲 今天有几个四个大议题 就是有关于资讯流通 那偶然路径 诙谐仿座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是电脑程式的合理使用 那我们现在就从那个 资讯流通开始讲 那我们讲的都是 这次修法的一个 有变动的地方 那资讯流通 主要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行政或立法目的合理使用 这个适用在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它为了 行政或立法目的的时候 可以利用 它人以公开发表的著作 但是有限制 有限制 限制是什么呢 它一定要基于立法 要行政目的所需 不是他个人 政府机关为了要办活动 娱乐大众 都可以用 不是 是要立法 行政目的所需 然后有必要把它列为 修法的内部 那个 内部参考资料 所以内部参考资料 意思就是说 它只能在内部使用 不能流到外面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终 很重要的一个限制 而且除了这个要件以外 我们还有个诞书 这个诞书规定就是说 你如果你利用的方式 如果有害权利人利益的 这个也不行 所以我们有双重防腐 要件要符合 而且你不能够损害权利人的利益 这个才可以 政府机关才可以用 所以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这个部分 所以说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 政府机关很多内部的时候 在用以前都只有重置 就是说你一定要拿实体的去影印机 影印 那现在就不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收集语情的时候 就可以用那个内部网络 用传输 这样子不用浪费值 一直影印个 那么多几百张几千张 几百张几十张 这样子有浪费值 所以我们修正的重点 只在这里而已 因应网络时代 把以前只有只能限于实体的copy 那放宽层可以利用 就是说你也可以用内部的网络 传输这些语情资料 再过来是司法 准司法 还有一些行政的 依法申请的一个程序合理使用 也就是说当我们民众在面对 司法程序的时候 或者说行政救济程序 还有宿院 申请这些程序 以及他要依到法令来申请 比如说申请专利 申请商标 这些情况之下 他如果有必要 用到别人的著作的时候 可以主张合理使用 那大家可以看 这共同的要件是什么 就是这些都是人民的权利 人民有诉讼权 有刑愿的权利 有依法令要求 他得到应该有的 社会福利的一个权利 如果他这些权利 如果有必要 把他人的资料列为 那个利用的上的话 就可以主张合理使用 我们最多 比如说你在 陈寝人家 我们常常接到有一些陈寝 说有人抄袭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减 有时候他要减负 别人的著作 和我的著作 来做一个比较 或者说在诉讼上 他一定要用到别人 来证明说 他确实跟我的长得很像 这个时候在用 所以我们 这条目的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因为 人民有基本上的权利 所以他 在这个时候 有少量用到别人的著作 这是可以主张合理使用的 再来这个跟 这个主要就是说 政府机关 他有些出版品 用公法人 公法人就包含政府机关 地方政府这些 公法人名义发表的著作 这个我们是开放给民众利用 除非 因为现行法 它的利用有限制 就是说只能限制这些 那我们修法以后 就是说 尽量符合open data 就是开放政府 开放资讯 政府资讯公开这种情况 就是尽量让民众利用 但是保留一点点空间 就是所谓的使用者付费 这使用者付费主要没有 因为故宫 他说像国使馆 他有很多珍贵的使用 他有经过加工的 他有经过加值处理的 那他会收取一些使用报酬 那这个是允许 允许这种情况 除了这种情况之下 大部分我们就是法律上就尽量开放让民众去利用 包含去加值 好 接下来这个引用 引用这个概念有跟大家说明一下 引用就是他有一定的 前面要有一个正当的目的 这个正当目的 比如说是报导 评论 或是你要教学研究 或其他正当目的 你有正当目的的时候 你会要用到别人的著作 当做自己著作的参考或引证 这时候才可以叫做引用 也就是说我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著作 那我这个著作呢 我用别人的著作是因为用来参证或注释 那这个才可以叫做引用 所以说这边有写 它要符合一些要件 就是一定要在必要范围内 引用的方式利用 那你利用了以后 你的著作如果未来要去发行出版 那你当然里面被引用的著作 也可以随着这个著作去出版发行 比如说我这边有举例 比如说我写了一本现代文学批评 那我批评现代人 有一些诗人写的心思 那我是不是引用 要引用他的心思 在我的书本里面 那引用完以后 我这个书要拿去卖 要拿去出版 那这个心思附在我的书里面去出版 这是OK的 所以我们现在 这跟现行法就是这样解释 只是修法以后呢 因为现行法条文并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修法以后 我们把条文做得更清楚而已 实际的实质内容 在修法前跟修法后 是没有变的 这个社区共同天线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所谓的社区共同天线就是 现在我们住家上面有很多 就是因为家里是接到电视孔就会看电视 那是因为你的住家上面有一个共同天线 共同天线收市以后分到各个家户来 那以前呢 不管你这个共同天线有没有盈利 都需要经过NCC的核准设立 那如果经过NCC的核准设立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转播无线电视的节目 那但是呢 现在社会的都市化程度高 很多住宅它在落成的时候 其实就有社区共同天线 那些社区共同天线它没有从事营业行为 那但是只是提供生活的便利 现在NCC在101年修法 把这种情况 就是你没有从事营业行为的 社区共同天线 把它删除 说你不用再申请设立了 不需要再核可了 但是我们的法律 住院权法里面 却有一个要件 就是说你一定要依法申请设立了 才可以转播无线电视的节目 那这样子是不合理嘛 所以说我们这些修法只是调整 把这个依法设立拿掉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从事营业 非营业 或者是从事非营业的社区共同天线 你就可以转播无线电视的节目 接下来讲时事转载 时事转载我们要先说明 这个所谓的时事转载是指说 你发表在报章杂志或网络上 有关于时事问题的论述 还有适用 如果是其他的没有 你比如说音乐 音乐没有 这个没有 没有适用 单纯的音乐 单纯的电影 这个都没有适用 我们只有在 发表在报章杂志或网络上 有关于时事问题的论述 才有这条适用 那我们来看修法前呢 只有欠文字你可以去转载 但是修法后我们扩大 因为时事问题 现在多媒体发展的时事问题 很多都只有副图片 或者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影音 那这个修法 我们就把这个放大 就是尽量 因为它是时事问题 其实就是传达一些事实 然后一些他的观点 你去用 看起来虽然有犯大 但是我们其实 有一个代书规定 就是说 如果你权利人不允许这样的行为 不允许他人去转载了 他可以注明 注明说这个论述 不要让人家转载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合力使用就没了 就是保留给权利的人 他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所以权利的人如果说他不准 那这样子 这条合力使用就不能够用 所以是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偶然路径 这个其实 我看网路上很多人 就是我们法条上面写的是 附带利用 附带利用这个智慧让人家误会 其实我们讲的是偶然路径 那偶然路径是什么 跟大家说明一下 它符合几个要件 那我们先举例来看 第一个 比如说你在居家生活的时候拍照 拍自己的宝宝在哭 那上面有一个蝴蝶的花样 这个蝴蝶花样是著作 我们叫美术著作 如果你把它拍照以后 放在网路上或自己的部落格上 这样会不会够很清全 再过来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在拍电影的时候 或是拍纪录片 或拍微电影都可以 你在拍电影的时候 你就是会拍一些情节 拍一些比如说 我跟我的小孩 两个爸爸 两个爸爸带 爸爸带的小孩到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美术馆 那去做一些活动互动 然后你摄影机拍到的时候 刚好拍到里面的一两幅画 那这样子 其实他只是想要讲一两幅画 那这样子是不是也会构成清全 如果我们有取得这幅画的授权 会不会构成清全 所以我们是要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原则上所谓的偶蓝路径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偶蓝 就是它是意外重置偶蓝路径 所以说我们偶蓝路径 需要符合几个要件才可以主张合理使用 这边特别跟大家强调 第一个要件已经就是所谓的偶蓝路径 偶蓝就是偶发意外 不是我预定好要拍的 偶发意外拍到的 然后我先讲完 大家有疑问的话 我们要统一回答 然后还有它非创作的主要标的 也就是说它利用的情形是很轻微的 这是两个要件 第三个要件 你还要难以分离利用的 所以你不能够 你要利用的时候 比如说比如我拍照片 里面宝宝的衣服上面有一个图案 不要说蝴蝶啦 比如说是卡通好了 小叮当 或者说 或者说是哆啦哀梦这个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难以分离利用 才可以主张 所以它同时要符合三个要件 这三个要件 第一个它是要意外 偶蓝 它利用的情形 是非常的轻微 难以分离利用 才会叫偶蓝利用 这是我们的本意 我们的偶蓝利用才是这样子 所以法条上面也或许写得不好 我们写到附带利用 但是其实这不是我们的本意 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美国发生一个实际的案例 有一个妈妈她用摄影机拍摄 两个小孩的互动 把它放到YouTube上面 然后好巧不巧 她这个拍了之后 她家里在播放音乐 所以这个影片放上YouTube的时候 过不久被一个上面公司的员工发现 她就通知YouTube把它取下 但是其实大家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她其实是看两个小孩子互动 那个背景因为她其实录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要处理的 就是偶蓝入境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还是我们要处理的本意 不是说你随便把东西放在我的著作里面 就叫偶蓝入境 就叫附带利用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来说明一下 上次公平会的时候 有一些朋友 他有举一些例子 但是这个他们所举的例子 百分之一百 几乎没有办法主张 我们的偶蓝入境合理使用 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例子 第一个 配业 配业绝对不是偶蓝 不是偶发的 不是意外去重新 他都安排过 配乐 而且他主要一个片中 电影片或者是 维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不是利用情形轻微 所以这个部分没有办法适用 再过来 他剧情里面已经有设定了 男女主角他本身就是某一个职业 比如他是画家 那他是不是会带到他画画的动作 或是带到他所画的那个成果 这个也不是 这剧情设定的 不是偶蓝意外所重制的 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在排在那个艺术馆里面排到那个画作 再过来唱歌唱情歌 剧情里面已经设定了 某个时间点他要唱情歌 这个也不行 这个也不是偶蓝利用 再过来 他剧情设定 男女主角在天桥永稳 这个看起来是偶蓝的 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呢 旁边一定要配合气氛 所以他放了音乐 你这样子看光看 你会不会觉得他是偶蓝 但其实不是 这个是剧组放的 所以说这个也不行 也不能够主张合理使用 再过来 如果剧情本身设定 他男女主角要配 男女配角不管 他本身就是一个漫画迷 或他本身就是乐团迷 假设是AKB48 或少女时代好了 那这个剧情带到说 我这个男女主角 去看那个 去看那个哆啦A梦的展览 或者说他去参加 AKB48少女时代演唱会 这个也不是偶蓝利用 这个都是剧情设定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 都没有办法主张合理使用 而且 因为他剧情设定 他本身就是一个漫画迷 或者是一个乐团的迷 所以他是构成主要的利用部分 其实不是有利用情形轻微那种情况 再过来 还有一个真正的是偶蓝 这个真是偶蓝 就是我逛街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街头演唱会 有一个人在唱歌 街头签唱会 那我就把它拍下来 放到YouTube上面 这是偶蓝没错吧 因为我是不小心 我没有 没有预期我会发现 这个街头签唱会 但是我逛街刚好经过 刚好把它拍下来 但是呢 他是利用的主要部分 而且他其实可以分离利用 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主张合理使用 所以说我们的偶蓝利用 偶蓝路径 其实都要符合蛮多 阴格的要件 不是说你把东西 别人的东西放在我自己的著作里面 就可以叫做附带利用 就可以出唱合理使用 接下来大家都关心了 灰蝎仿座的问题 灰蝎仿座我们立法 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主要是尊重言论自由 还有艺术自由 所以会有这样的灰蝎仿座的一个规定 那这样子讲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什么叫灰蝎仿座 我们看几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是戴米摩尔 他一个很有名的照片 法院的杂志拍的照片 右边这个是一个电影海报 这电影海报的时候 他把他差别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差在哪里 差在那个头而已 其他照片都是一样 完全用别人的著作 只有头像换掉而已 这个是在美国经过最高法院 所判定的 他是一个灰蝎仿座的合理使用 再过来 这是音乐的例子 有一首歌很有名的 Pretty Woman Pretty Woman 他是原来创作者 他的唱片 但是呢 有一个乐团 Two Life Crew 这个乐团呢 是一个专唱 比较下流歌曲的乐团 他 他为了要 他 对 也 也应该说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正经的歌曲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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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要翻唱 他就是为了要去改编 Pretty Woman 把别人 所以他就去跟他 就是跟他取的 本来 他很认真的 他就说我要跟你取的 授权利用 但是原唱 原作者 当然觉得 他拒绝 因为我不想要给一个 层次这么低的人用 所以他原作者拒绝 但是呢 这个乐团还是直接把它用了 而且把它改编了 大家一听就知道 他是Pretty Woman的改编歌曲 而且用了很多Pretty Woman的 经典的名句在里面 主要的部分在里面 这个一般是没办法成立合理使用 但是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 他成立合理使用 那这个 为什么他认为他成立合理使用 他认为 这个就是 所谓的 这个规矩仿作 那我们整理看看 规矩仿作 会有几个特质 第一个他是 有批判色彩 批判就是 为什么叫批判色彩 就是言论自由 创作 会有一个 会需要接受人家批判 或者是 我有批判你的 著作的自由 这就是保障言论自由 然后呢 他要增加一个新的元素 他要传递新的元素 也是元素所没有的 就像前面那两个例子 例子 然后 与元素有不同的功能目的 而且不能够取代元素的市场 也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所以说 而且呢 你要嘲讽元素 因为这个元素自由的成分比较高 或者说 你拿别人的著作去嘲讽第三人 这可能成立 灰切宝作的那个几率就比较低 这就有几个判断的标准 所以我们其实 并不是说 你随便拿人家东西来苦手 就一定会 够整合理使用 这不是这样子 他还是有一些判断标准 大家可以看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不能够取代元素品 不能够影响元素的市场 因为他是两个不同 而且是尊重言论自由 那这个对国立法力 大家看过就好了 其实有些国家都有这样的立法 大部分很多国家 都有这样子的立法 而且他们的法条都写得非常单纯 很简单 最后一个大家忍耐可以快结束了 电脑程式合理使用 以前电脑程式 我们现行法 电脑程式 你如果买到它一个套装软体 电脑程式 然后你可以去配合机器的使用来修改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备挡 因为电脑程式很珍贵 一套好几千块 如果你不小心遗失灭失 或者是坏掉的话 你就麻烦了 你要重新来买一套 又花重新来整整 所以我们现行的作业法 有允许说 你买到电脑程式 那你就可以去备挡 就是备挡 就是在重置一份备用 然后或者说 因为你电脑的关系 你要修改某一些程式 来配合你的电脑使用 这可以的 但是现行法有发生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软体 还有人在用授权呢 现在软体很少有人在移转所有权 大部分软体大家都知道 我买到 只是买到一个软体使用的授权而已 所以你要取得所有权 是不太可能 因为都是用授权的关系 我只是授权你 著作权的人授权你使用而已 所以他不太会有所有权的问题 所以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法律又限说 你一定要所有人才可以 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 再过来就是说 你即使有所有权 你可以做备挡 你也可以去做配合机器的需要去修改 但是问题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电脑软体有个特性 就是会产生暂时性的重置 就是在论里面 在论里面 产生暂时性重置 这个暂时性重置呢 可不可以主张合理使用 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所以做了一个修改 这修改非常简单 只是加了一个被授权等 被授权等 就是不管你是所有人或被授权等 你只要合法取得 不管你取得所有权 或是你取得一个授权 都可以配合机器的使用 再来重置修改 那这个重置就是说解决 那个暂时性重置 因为我们暂时性重置也是重置 所以我只要取得合法授权 我就可以去重置 配合机器的需要去重置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智慧有侵权之余 但是呢 如果万一你这个所有权 或者说你的授权已经结束了 你已经被公职授权的时候 你这些重置的东西要销毁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报告就简单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意见交流时间 那请大家有一个很微小的要求 就是说 首先是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尽量提出来 那如果后续还有其他的 其他不是今天主题的修法议题 我们也欢迎你提出来 但是就是说 大家尽量心平气的理性 我们刚才局长已经 已经有跟大家说明过了 这个版本绝对不会是 我们要送到行政院后立法院的版本 可以 吗 谢谢 是的 是的 感谢观看